第一次 第一次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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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我是任通 從日本的大阪來的 我叫通國杰奈 我來自福岡 我叫習張果林 我來自次城 我是日本來自大阪的 負責和管 值得關照 這個是Jeky 我的朋友 她是我的老公 她是我女兒 她是我兒子 還有一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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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外面上課 我是南京大學的留學生 我是現在南京日本人會的會長 現在我在南京的留學店打工 上午上課下午上班 我來南京 多久了 16年 17年 16年 16年 1996年 3月10號 到了南京 印象很好 天氣也特別好 我覺得南京好像大阪 日本的大阪 一樣的 年輕人老人的熱情熱鬧 那樣的 我已經差不多一年左右 已經習慣了 我已經在歪歪語言 那邊找日語 有一個學生 聲音非常可愛 然後我跟他說 給我你的照片吧 然後他還給我了 然後我覺得 啊好可愛 然後他接我來北京機場 然後一看就喜歡他 我來南京以後 我跟他練習 我來南京啦 你快來南京吧 然後他真的來了 我為了他來中國 他為了我來南京 他以前在那個 日本的女人學校上吧 然後我想在國外 叫這個日語 那就是走走走 那時候我來說 南京可以嗎 我說可以可以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那邊是大學的 好愛 大學的 老師 好的好的 你去吧 先先先 哪裡都可以 就過來 然後我問了別人的南京 怎麼樣呢 什麼什麼問了 有可能就過來 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去去去去 就來 他說我的 同事的 同鄉的 同物 美美 這個講的有點複雜 他的一個同事的 朋友的一個視野 都在一起 我們同事的 同鄉的 同物們 老師過來好像 還是挺漂亮的 現在也漂亮 明天下都越來越當時 第二外國語 第二外國語 で中国語を選択していたので 留学したいって思ってきました 最初 南京に来るって こう みんな 私の友達とか 家族に言った時は 祖父とかは 危ないから 南京以外とかはないの? とか言ってたんですけど でも 私の決定 自分が決めたことについては 私自身は そんなに怖くなくて 南京 日本人 我一共 500人不道德 我是 自己一個人 來南京 目的是 學中藥 所以 中國的 傳統医藥諮 美食諮 這一塊 他人也特別好 有很多朋友 南京混得比較好 要不然 怎麼能選他做會長呢 我是覺得 沒有任何壓力 就是 語言不通 以外 沒有任何壓力 但是 後來 了解 近代歷史 特別 中日战争 這一塊的歷史 攻擊 壓力比較大 陰使別人 最重要 林的 日本人 正面 一旦 昨日 一旦 一旦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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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鬼子 有沒有 一旦 滿天 韓紅 そして 真的沒有嗎? 嗯 真的很簡單 老師會講那個小裡面什麼東西 真的啊? 嗯 你幹嘛? 老師會講的 我剛來的時候 一開始我真的比較怕 有點怕 因為有歷史的問題 我下車以後 走路走路 那邊好像有一個小孩 他說 欸小日本鬼子不要跑等我吧 什麼什麼 我 一開始 他找我嗎? 我看看 應該不是 太小了 而且他們不知道我是日本人 平時都沒有問題 是12月13號南京大塗車的時候 你是哪裡呢? 你是哪裡呢? 那個時候我只有一天 我變成韓國人 我是韓國來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說不是我是韓國來的 我說我是韓國來的 就他們也覺得我是韓國人 然後他們說 嗯 不錯不錯 我們討厭少日本什麼什麼 這樣 非常討厭日本的南京人 說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 不是他幹的 無所謂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 這樣的吧 所以 怎麼說 那個時候 就是我有點不好意思 我沒有難過 就是 對沒有難過 為什麼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有一點 在中學校中學校 我沒有詳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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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 我懂的 但是 難禁という歴史は世界の歴史ではないんですか? その中の一つです 難禁大虐殺の事件 その事件を否定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だと思うんですね だからこそこういう若い年代の人とかは あんまり詳しくは知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れど 実際に記念館とか事実を知ることは 絶対必要だとは思っています 難禁大虐殺の記念館の中では 日本語は話せませんでした 自分が日本人で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を やっぱりそこで分かられてしまうと ちょっと目が怖かったので 我已經每年去的好幾次了 日本の友人に来たら 建議を見ていく历史は 僕は私たちに3年に行きました 日本の人が連絡していったり 10年にないときに来たり その時代は27年に 新疾病開放が始まったり だからそこに活動をやっていったり それにもその理由 以前的那個時候就去了 換新的就沒去 在裡面還是不敢說日語 就嘎嘎嘎嘎出來 挺難過的 但是呢做紀錄片那種就翻譯 做個翻譯的地方 比如說日記 日記上面是他們這個 日本的當兵的人 常愧的地方就沒有翻譯出來 他們覺得今天有這樣事情那樣事情 那個地方是有重人翻譯有的 但是他心裡面很常愧的很難說的 這種心裡面邪的地方是沒有翻譯出來 你有沒有仔細看是不是確實是沒有 不知道那一段 確實沒有 這個既然要放要負責任檢是吧 確實沒有 但是信換了以後就不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我沒看到我爸爸媽媽以前什麼樣子 你嫁回來你爸爸媽媽不擔心 擔心 不講話了 生氣了 不願意交交給中國來的 那你當時家人有什麼 就是阿區裡的日子會有 啊 那個怎麼講呢 那個 說來就話錯了 反正 要講嗎 不講了吧 有點坎坷有點困難 故意 全部來了 我就都反對 全部來了 從原來的地方 整個一個來 然後圈圈上 突然間接受不了了 反正就是堅持 就是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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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她 非她不許 就是這樣 就是三年前 钓鱼道 然后在南京有一个demo 然后南京大学的老师也跟我们说 你们晚上不可以出去 太危险了 我想去艺术夜好好玩 然后去一个夜店 有一个中国人跟我聊天 然后他问我 你是哪里人呀 我说我是日本人 我说了我自己说我是日本人 然后他说 哦 欢迎来中国什么什么 然后我说今天这样的日子吗 哦 谢谢 哈哈 那个体验的意思 他做的饭比我很好吃 我做的饭是会称量量好多 他做的饭基本上一个量比较爽 第二个的话也是 不要爽 我说的不要爽 让它消灭干净 我当生那个结婚的时候 就姑姑方面都反对了嘛 但是我问他的奶奶 他的奶奶是就经过这种大厨杀的大厨杀的东西 对的时候 我奶奶在下关的时候 他看过那种这种场面 然后我就我问奶奶 日本人就叫到这边过来 就交给你孙子 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没关系 他就没关系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因为他知道是日本人 就这么坏的东西就做了 他就看到 但是对于日本人他就没有这么 然后我就我交给他 他说你嫁吧 所以就交给他 南京人等于南京大罗国 意思呢就是 齿丑不如嘛 不排外 但是呢 不主动就是相对日本京都的这种概念 就是一种很骄傲 就是完全我有历史 完全不怕得很高 反正过来呢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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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12月に日本に帰国する予定 但是我帰国后一年一年去到南京的事 我认为了一年去到南京的事 中国的帽子和泰茶 很安的帽子 所以很残忍 我这里只吃不到东西 有些人 有些人在这里才能继续 所以我想再来一遍 其实没来过南京的人来说 有点恐惧感 但是一旦来过南京的日本人 一下子会喜欢南京这个城市 外面像路上的时候 看到树比较大 就感觉很有安全感 怎么想起南京不喜欢 要热又冷 没办法 比如说我从这边回来的时候 到南京来以后就觉得 还是就有感觉回家了 这种玩具 不喜欢回家了 反正我就是 决定不回日本了 反正我是南京安家落户 除非中国政府让我回去就回去了 我是不想回日本 他为了我在北京的工作不干了 然后来南京 然后其实北京的工作 工资高一点 我工作也听说非常轻松的 其实现在好辛苦工资也贬低了 我毕业以后 一年两年以后 结婚 他愿意就结婚 结婚吧 结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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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